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4月9号周二晚上的7点1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盘中过山车 先跌后涨 标普最多的时候曾经下跌达到了0.8% 但是在日线级别触及到30日移动平均线之后 反弹上行 最终还收涨了0.14% 今天的市场总体走的还是比较顽强的 韧性十足 感觉最近这个行情又是那种 涨又涨不动 是跌又跌不下去 指数层面 今天其实依旧没什么好说的 依旧是一个酱油行情 今天咱们简单说一些国债拍卖的信息 然后直接和大家讲解个股 那么今天讲解的个股包括像 波音 英伟达 谷歌 TRV 还有特斯拉 除了波音不是我的持仓 其他的几个都是 好 咱们来说一下关于国债拍卖的情况 今天的美国财政部是拍卖了三年期国债 一共是580亿 这个结果是比较差的 投标倍数是2.5倍 比之前的2.6倍和平均的2.58倍都要差一些 那么经销商是兜底买入了剩下的19.3% 高于之前的14.4%和平均水平的18.8% 另外今天在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上 美联储的票位博斯蒂克这边 依旧是发布了比较偏鹰派的对于降息的看法 认为今年总体的大的方向 他依旧认为降息可能会不到三次 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我们看到包括在国债这边 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其实已经跑到了4.7的上方 这个确实是还是挺让人担心的 也不知道后面这整体的这个十年期国债这边 还有没有继续上行 昨天咱们讲过由于上方是有一个60个基点 两个标准差左右的位置可以去 如果真的是涨到了5% 对于股市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 最近的这个市场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缺乏一些推动力 当然了一方面是在等待着整个的第一季度的财报 这个财报呢 我其实这一次没有给大家做一个预览啊 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吧 总的来说呢 本次的财报里边对于一季度的预期 从12月份以来 对于七巨头里边除了苹果和特斯拉 他们的预期是有所调降之外 其他的五个实际上都是和12月以来都是在逐渐的上调 但是除了啊 所以总体的七大巨头的这个一季度的盈利预期呢 还是总的是一个上调趋势啊 但是除掉苹果和特斯拉啊 但是另外的标普除掉这七家 那个五十这个四百多家 是总体的预期和12月份相比呢 是往下走的 就是整个一季度是在逐渐的下修 仍旧呢 市场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七巨头 所以呢 整个一季度还是要看七巨头的表现如何啊 如果他们都能够完成且超出预期 那么对于整体大盘的贡献 还是肯定是一个利好 反之呢 如果七巨头这边也不太零啊 那么特别是前瞻如果给的比较的疲软 那么标普呢 这边可能会迎来一些调整的时机啊 好 咱们今天直接来讲解个股 首先我们来看挨个看吧 第一个呢 是首先看一下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呢 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 首先说一下消息面啊 消息面呢 是曾经在2018年 在一场辅助自动驾驶事故中丧生的 这个事故的家属呢 是和特斯拉达成了和解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呢 是有一家券商啊 这个Robert 他们的分析师表示呢 继一季度的交付意外的下滑之后 那么特斯拉本季度的汽车销量 可能再次的下降 那么他们的分析师呢 在今天的投影报告里面是这么写的啊 说本季度特斯拉可能还是面临 基数比较高的问题啊 这就指的是和同比去年来比 所以他预计第二季度的交付量呢 是444510辆 和去年同期相比会减少4.6% 整个的股票评级 他仍旧给了一个买入评级啊 但是呢 交付同比下降 这个总是感官上不是那么好的哈 另外呢 特斯拉的股价呢 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之后呢 我把这个位置给大家做一个调整啊 而且呢 把特斯拉如果他有向上突破的机会 上看哪里啊一并给大家说到 那么特斯拉这边呢 是在160块钱到107 之前给大家写的是161 最近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横盘呢 我给大家调整的更精确一些啊 160还为一个看点 那么160块钱跌破之后呢 那么很自然的就要去到155的下方 那现在他的股价呢 是在176左右哈 呃 然后向上 大家可能比较想知道 有没有突破之后 能够走一波不错上行行情的可能性 特斯拉这边呢 是一旦他突破了200块钱啊 200块钱 那么会上看230级上方啊 这对于特斯拉的一个上下的股价的看法 跌破160 下看155级下方 那么下方呢 就是我的一个加仓的位置 那么向上突破200呢 波段可以看到230级上方啊 那个和波段和基本面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和技术面有关 那么期权的方面呢 截止到4月19号的特斯拉的期权压注呢 是上下11块钱的波动 是一个大概率 就意味着呢 11块钱呢 它是向下还没有办法去跌破160 向上呢 它也没有办法突破200啊 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里边进行波动 之所以选择4月19号呢 是因为我把这个月期权结算啊 因为它的这个未平仓的数量最多 流动性最好 也是机构呢 通常会去考虑的这么一个结算日期哈 好 这是特斯拉 简单提一下啊 我们快速的再去讲解其他几支 英伟达 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呢 和特斯拉正好走了一个反向啊 它是连续第二天下跌 今天呢 是有两位分析师发布了对于英伟达的偏负面的分析 瑞银分析师 它是报告英伟达第三季度啊 它这个评论是比较谨慎的 预计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疲软 但是另外一家分析师呢 就更加的悲观 就是这个Dar Davidson 这家投行的分析师 非常的悲观 它认为英伟达会有更严重的下跌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整个现在的AI的芯片的大客户啊 包括像什么亚马逊啊 像谷歌啊 像微软呢 可能会将更多的投资转向内部自主研发 它认为呢 英伟达到2026年将出现严重的周期性的衰退 它这个2026年呢 其实我在这里之前给过大家市场的模型的预告 25年1月市场预计英伟达的EPS增速是在79% 26年1月是在10% 这个增速就掉得很低了 就是在26年这个财年 就是25年1月到26年1月这个自然年度 那么它的评级是持有评级 目标价是620块钱 那么这位分析师呢 是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比较低的目标价之一 因为整体华尔街其实总的给的评级 现在是有50 根据这个Factset的数据是有53名 分析师对英伟达给予了买入或者同等评级 那么只有7位分析师给予持有评级 刚才这一位呢 就是持有 那么没有人给卖出评级 这个股票目前的平均目标价是972块9毛5 那么明显的是高于现在的一个市价的 其实这位分析师的这个分析呢 也并非空穴来风啊 因为根据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 谷歌是已经开发了一款 名为这个Excent的内部中央处理器 已经开发了 适用于一系列的任务 包括为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提供支持 那么这个芯片呢 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向客户开放 那么分析师写到说呢 AI最大客户对自家芯片的依赖程度不断的增加 这个对英伟达来说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啊 我觉得这些分析呢 其实我们是有值得借鉴的意义的 因为未来的话 对于这一块投入越来越多 依赖第三方是一种手段 但是字眼肯定也是一个出路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26年的1月的这个预期 在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个增速确实是掉的比较的快 那么我对于英伟达目前的观点是保持不变 英伟达在上方876跌破之后 是形成了一个小的头部 那么它的技术面呢 是下看804级下方 这是技术面的看法 这个和基本面暂时没有什么关系啊 那么截止到4月19号的期权压注 那么英伟达呢 大概是在上下53块钱左右的波动 是大概率 53是多少 53你减掉是不是到了800 是不是到了804以内 所以呢市场仍旧是有压注 英伟达有可能会跌到804级下方的 也就是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之内吧 但是这个范围呢 是一个大概率的范围 不代表它一定要跌53块钱 它有可能也涨53块钱 对吧 这是个范围哈 也有可能涨50涨48 也可以第二时第三时都有可能 但总体上英伟达 大家看到是一个比较弱的走势 这是一个肯定的 特别是在破位做头部之后 上方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套牢区域 好 刚才既然讲到了谷歌呢 我就把谷歌的情况也和大家来说一下 谷歌这边的估值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就是略微有所提升啊 略微往上提了一丢丢 那么24年的前章估值 截止到12月份是148到243 25年的前章估值呢 是107到279 那么基于此呢 其实它现在158块钱的价格 从24年的前章估值的下限来讲 其实并不高 连中卫都没有到达啊 那么谷歌这只股票呢 我一直在说 它是七巨头里边 性价比最高 然后呢最被低估 横向对比啊 最被低估的股票 因为它的增速也有这么多 明显是超过标普 11 12%的增速的 同时呢 它的价格又没有这么高 和它那几个比 从前瞻的EPS 前瞻的PE来比 它无论从哪个方面来比 它都是属于横向的 这个比较性价比高的一只股票 而且呢 现在这只股价 股票的走势 其实大家也看到 完全是也走出了 它那个属于七巨头里边 比较好的一个行情 对吧 屡创新高 一直在高位去进行 这个尝试上贡 所以这只股票呢 我目前的一个 食堂成本呢 是8% 141 但是呢 下方之前调整过的 再去136到141 想加仓的这个位置呢 看上去暂时 有那么一点点困难啊 因为期权方面 对于谷歌的整体压注 它是在4月19号 是上下大概6块钱 你看6块钱是什么意思 6块钱意味着向下 它是没有什么深度回踩的 整个的波动水平非常的低 对吧 6块钱你往下减一减 到152 连下方149 这个位置还没摸着呢 也就意味着 它离最近的支撑上演 它都摸不着 所以更别期待 谷歌能有深跌 没有深跌 没有深度回踩 我这个加仓 肯定加不上 看现在这个地方的右侧呢 我暂时不想去做了啊 我不想去追这个右侧 因为目前的持仓量 其实还可以 已经有8%的持仓 141的一个持仓成本 继续持有不动啊 暂时谷歌这只股票 没有什么大的烦恼了 继续拿着就好了 它的情况有一点像之前的这个微软的走势 好 整个的上新结构比较的完好啊 那么短期呢 就不用关注谷歌了 谷歌这边没有大的方向 或者大的其他动作出来之前 财报出来之前呢 咱们可能就少讲一些了 持仓为主 你要想加呢 想去追的话 那就是回踩什么 150啊 149这种地方 你去打一个右侧 因为结构是非常完整的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技术性的风险 而且一般来讲 你看现在 今天尽管是一个增量 对吧 看上去像是一个疑似的滞长形态 但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是一个跳空高点上去的 这种情况是一个中性啊 这个不是一个滞长形态 好吗 好 然后再看一下波音 波音呢 是真的是越走越差啊 今天我在标题上写着 波音的股价呢 是岌岌可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波音的股价 今天再次下跌了1.89% 最近是连续的下跌 你看他已经连续跌了多少天了 跌了一个通行期了 每天都是一个点 两个点 一个点 两个点啊 这么再往下走 波音在今天呢 又是给了一个比较悲观的 一个交付数据啊 3月份呢 交付了24架 737 MAX 喷七十飞机 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4% 整个的一季度 总共交付了83架飞机 去年同期交了多少呢 去年同期一季度 交了130架飞机 呃 所以波音呢 它是4月24号的财报 这个消息 现在发布呢 其实对于现在财报 会造成压力 呃 因为 它有可能会导致 它的季度盈利预期 低于 季度这个收益 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是完全存在这个可能性的啊 波音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股价也是持续被抛售 其实最危险的是 波音现在这个走出了一个死亡螺旋 呃 它这个股价呢 是持续的反弹 然后缩量反弹 大家看见没有 你看这这几天的反弹 是缩量反弹 然后高位下来以后 放量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呃 难受的走势啊 就是我们通常碰到这种呃 走势的话 从技术面上 其实都是要尽量规避的 每一次反弹 都是你逃跑的机会 那么这种反弹呢 到了我把位置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174到199啊 之前给的比较宽 我把它缩小一点 给大家呃 这个更精确一些 跌破174之后 波音的股价会走空啊 会走空 下方的支撑力度非常的小 164到17 153到158 然后较大的中等支撑 要到130到143 但是不是说它一定要跌这么多啊 它是缓慢的螺旋式下降 你不用只要它一口气下来哈 那么市场对于波音整体的 期权市场的压注 有看到多少钱呢 到4月19号 还是月度期权结算 认为大概有上下8块钱左右的波动 呃 你要往下减8块钱 是不是能到下方的 170附近啊 是不是意味着上方又破位了 这个强制声一破位 那这个走的就更难看了 上方是大片大面积的套牢盘 从174一直会套到220块钱上方 你想想那个要解放起来 那是不是需要非常天大的利好 才能去解放啊 不然大家都 都觉得这个就是买了就被套 买了就被套嘛 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特别是基本面上 它完全看不到什么曙光 现在啊 啊 所以呢 这只股票呢 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技术面的一个走势情况 未来至于能不能上方 220上方能不能解套 那要看波音的自己的这个内部管理 还有进展情况啊 交付情况 未来到底能不能够 重回巅峰了 暂时呢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啊 毕竟它是属于制造业嘛 制造业这个周期下来 不是那么容易 就马上扭转的 好 然后这个是波音 然后再来讲一个 关于这个我另外一个持仓股啊 这个TRV TRV呢 其实这只股票 我很少讲啊 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买入之后呢 呃 我就 在这个162块5的时候 去年10月份 当时建的仓啊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当时买这只股票呢 呃 给了很多的理由 对吧 分析了技术面 分析了基本面 那事实证明呢 这只股票当时在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之后 也是走出了一波这个六亲不认的这个直线拉升的行情啊 几乎是鲜有回彩 那么这种股价走势当然很漂亮很舒服 呃 当然也是倚仗于它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 对吧 基本面确实是不高啊 那24年前年固执224到362 25年是255到412 当时是一个大幅低估的情况 在160块钱 那这种买完以后干嘛 就是走一个军职回归嘛 好 那么现在军职回归呢 已经走到了这个下沿的位置 还有没有潜力 呃 其实潜力呢 还是有的啊 这只股票我暂时还会持有 今天呢 它是被小模调整了平级下跌2.93% 呃 这个今天它是领跌倒指 呃 这只股票我想提示的一下是它的技术面的一个短期的回撤风险 一旦跌破了210块钱 它会阶段走弱啊 将会下看 下看多少呢 会下看189级下方啊 这个调整就会比较大 那么我我这边会不会减仓呢 我暂时不动啊 因为我这个持仓本来就不大 持仓只有2% 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呃 这个这个这个成本 成本也不高 持仓量也不大 呃 我是等了它希望它以后跌下去之后啊 呃 然后去找一个加仓的机会啊 暂时我还没有确定在哪里去加啊 呃 现在它它要有调整的话 我不动 我暂时没有什么太多太多想法 呃 未来等它真的有跌破200亿之后 我再给大家更新一下 呃 我会在哪里大概会去做一个加仓 好吧 暂时呢呃 就这样 呃 然后呢跌破200亿之后 大家就要注意了 下看19级下方了哈 呃 整个的增速情况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期权层面现在在4月19号 那么能不能跌破200亿呢 有点难 呃 在4月19号的期权的情况压注呢 是呃 差不多上下波动12块钱 那是多少 刚刚好跌到211 211这个位置 还没有破位 对吧 还需要更长时间 它再有可能会走破210块钱 所以暂时呢 继续拿着啊 如果你持仓量比较大的朋友 记得211跌破之后 你要愿意接断落带的 你要愿意这个规避风险的 你就去做啊 你就去做这个该做的动作就好了 但现在呢 他不知道能不能跌破吗 还有可能回踩的211又开始上涨了 对吧 这个说不清楚的啊 我个人不动了啊 跟大家提前说清楚 好啊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关于一些更多个股的讲解 指数层面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啊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稍微短一点点啊 就说这么多 好啊 那非常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啊 希望大家呢 多多的帮忙点点赞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明天的同一时间 不见 What's up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